大家好 我是Mike教练 恭喜大家 所有都有报警比特币的 我们创了一个新高 虽然不是很夸张的新高 只是目前插了一根针上来 长了一根头发 我们在创新高大概67,000左右 把这个高干掉了 所以Peter Schiff这边说 这是有个记录 Peter Schiff每个底的时候都在tweet 在想办法甩人下车 Don't make the mistake of thinking that Bitcoin below 3800 is a bargain 他这边叫大家不要炒底 他说因为比特币从最高价跌下来 已经跌了80% 所以还有可能再跌80%回750 然后这边也是说 又说了一次 4000的时候又说可以再跌 然后这一轮也是 他说这个是Bitcoin的 dead cat bounce 所以说这个是 就等于是个无效的反弹 去形成一个双顶的 只是我们上来戳出一个all time high了 不管怎么样 dead cat bounce 不会反弹出一个all time high的 所以我今天在Twitter看到一个 比较搞笑的贴子 Peter Schiff 然后比特币 接下来的话 我对这个比特币有什么看法 这个价钱 其实我已经不太想预测 那个短期的价钱波动了 还是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其实我们说这个波段 其实有点像去年的9月10月 就是9月瀑布 然后就慢慢的起飞了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RSI 它一直处于这种所谓的overbought状态 所以就RSI一直都很高 很多人说这太高了 要下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以往 这是12小时的K线 比特币开始它的run的时候 它会 它只要跌到大概50 60 就reset 然后一般 就它会跑一阵子 然后才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full reset 跌回什么20或40以下 然后再上来 然后你看其实这里就是一直拉 跌 跌 拉 然后就一直拉 主要就是拉起来 然后这中间过程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脑残去杠杆多 比如说在这边开个20倍多 当然赌博你自己控制好资金无所谓 只是不要拿家产进去乱搞 虽然我们看好到6位数 不是说在这边就100倍多杆进去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就是它这些回调 回踩都是洗掉杠杆 然后回踩 它会这样冲一阵子 这一段比较长 这一段冲了89天 所以大概连续冲了三个月 然后这边回调了一波 然后这是Tesla入场 Elon Musk入场 回调一波 然后又反弹了 然后反弹到这边以后 开始有一点没有力气的 这边就是它回调 每次回调力都差不多大 然后最后就顶不住了 就下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 我觉得下一个局部的一个顶 的一个指标 也有可能就是类似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 比特币会一直维持RSI 都可以很高 哪怕一两个 full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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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还会继续冲 只是 只是如果 比如说在10万 12万左右开始 比如说10万 瀑布到8万 12万 瀑布到9万 然后又顶到13万 然后瀑布回8万 那可能会有一波大回调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10万那一波 应该会是 类似这种的一个波段 就可能回调一个月 就是在牛市大家很high 每个人都杠杆 每个人都all in 然后全世界人都入场 全世界新闻都在报 每个人很high的时候 然后突然开始 瀑布 然后大家就很痛苦 我记得是这个月 那时候在玩杠杆 所以这个月感觉过了 感觉过了20年一样 只是其实就一个月 所以就不要太疯狂 这次 这一次还好 这一轮我跟大家说 可以脑残多 因为现货我认为 是什么都可以买 我妈 我帮她买在5万8 瀑布一下 她一买完就瀑布 也没问题 现在还是回来了 还是赚的 所以 只是我们现在 那时候是出于牛市的第一轮冲刺 然后现在是第二轮 我认为下一轮 我为什么说这里炒底 我是说炒未来5年的底 如果比特币冲上去6位数 再跌回来 我认为大概5万多 6万 会是下一轮熊市的底 所以如果你这5万8 这一轮你可以赶到5万8入场 或者6万入场的话 冲上去再瀑布下来 冲到10万 20万 30万 40万 那瀑布下来回到什么5万6万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损失 损失 然后就可以拿得比较踏实 所以在这上来的时候 还是可以一路买 所以我一路一直叫大家炒底 每一个小回调都炒底 只是我们可以看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炒底炒底 这里炒底 这里又炒底 炒底炒底 我这里喊大家炒底 然后这4万这里我也喊了炒底 我还自己入场了 然后就喷射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样子是正确的 因为比特币长期是涨的 这已经有10年的历史的 不像Peter Schiff 叫人家去逃底的 在底部叫人家卖 所以大概比特币就是这样子 然后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卖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说什么时候卖的 我觉得我建议是分批出货 然后不用选择一个点 就是如果我要预测的话 因为比特币 他们很喜欢根据这个Fibonacci冲的 我们可以看这边 如果我这第一个瀑布的小波段 就这里开始不断涨起来 真正的有比较意义的一个 也不算很大 就是一个中型的回调 19000回调到16000 然后比特币和这些币 他们喜欢根据这个Fibonacci的走 然后是走到7.272是这个顶 就基本上很准 就在这个顶 7.272然后就这边回调 然后继续冲 所以如果把这个开始冲 然后遇到一个第一波小回调的话 其实也蛮符合我们之前说 大概在12万13万 或者10万左右会有一波 比较大的回调 可能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回调 你看7.272回调到4.272是低 就是Tesla竟然来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只是4万跌到3万 那我们如果我拉了这一个小波段 这有点乱 等一下 我拉了这一个波段的话 就是它开始涨了 这里面前开始涨了 然后第一个小回调 7.272落在哪里 7.272就直接落在 看起来有点远 只是它涨幅会越来越大 这个Candle会越来越大根 接下来一根会2万 一根3万的Candle都有 所以7.272就在13800 比如说我们就直接这样子走 然后上来 然后回调到9万7 然后再起飞 然后这波可能又是大概一个月的回调 我认为不会再有一个那种半年的回调 我认为就会比较短的一波 赶紧回调一下就喷射 然后大家都已经不信这个回调了 因为大家经历了这一波 大家就觉得比特比好像是真的死不了 又有ETF 也更多资金入场 所以这一波一下来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是一个潮底的好机会 也会是为什么 这波回调不会很长 就是回踩一下 然后就出发 然后最后一波喷射 就是全部人的家人 奶奶 朋友 理发师 Uber 外送员 全部都已经入场了 然后最后不知道冲到哪里去 然后再来有一波熊市的整盘 我认为大概率还是会有一波熊市的整盘 只是因为现在有ETF 可能周期就没有那么长 不会像以前那么痛苦 个人认为 因为资金量越大盘越大 其实它会越来越稳 所以应该不会再有90%的跌幅 除非一根就差到100万美金 然后跌回10万 我觉得这样子 如果冲得过头 才会有可能那么大的跌幅 所以就只能看看 然后我就看这个7.272 10.272 我的take profit 一般也是大概在这附近 然后这一波上去的时候 其实是我自己是可以考虑 如果需要的资金出一点 如果不需要的话 我还是建议不要乱操作 因为你看我4万3入场 买了一波 然后我6万1 风骚操作了一下 被甩下车的 这是我今天去买了什么 我今天去买了狗狗币 因为我看狗狗币 对比特币还是处于一个 探底的状态 好了 比特币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 我目前的看法就是可能到 范围很大 感觉很大 其实就是一个30%的范围 可能10万会回调一波 比如说冲到9万起然后回调 或者是有可能会冲到十几万 冲过头 大家都看着10万的话 要么就是到不了10万 要么就是冲过头 所以都有可能 所以10万也是一个心理的阻力 只是按照Stock to Flow Plan B的模型 这一轮牛是总共的均价 比特币在10万以上 所以简单粗暴来看 我认为你只要10万以上 出的任何币都算是赚 因为你在10万以上出的 所以如果再跌回10万以下的时候 你再去抄底 是还OK的 只是不是说10万就全部All out 它是一个均值 所以比特币有可能冲到60万 然后再瀑布回来 然后造成均价在10万 其实我觉得只要在均价出 就是等于是在一个市场价出 可能在这三年 三两年三五年的一个均价 套出来一些 那你就等于是你 10万的话就是没有赚到 只是也不会亏到 虽然最后如果冲上去喷蛇 翻好多倍 其实也没有亏到 只是少赚而已 所以如果要考虑出的话 我觉得10万左右是一个 只是我个人的话 我不会一个点出 我可能就比如说 10几万出一点 还是来操作的 然后如果可以操作的话 就太好了 如果不行的话 其实那个点 出掉一点了 然后刚好就是这一两年 两三年三五年 甚至生活费都够用就好 反正就是自己控制好风险和仓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 我再来讲 那个山寨币跟比特币的关系 我们再来分析 那个狗狗币 山寨币跟比特币 新闻很简单 就是比特币Future 上线的23小时前 第一天的交易量 是ETF以往历史交易量最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比特币 想要对比特币有曝光的机构 Family Office 一些投资者是非常多的 而且我们才刚开始出ETF ETF有好多个公司都在排队 在等着审核通过 所以我们第一天就看到 有大概1Billion的交易量 这个交易量比我们的交易平台 什么Coinbase都还要高 然后其实第一名的是 BlackRock 大家知道BlackRock 他们的总资产控制 他们发了一个什么 US Carbon Transition Readiness ETF 我看是今年4月才发的 然后它当日交易是1.16Billion 只是这个文章分析 这个ETF我就没有懂那么多 只是这文章分析的说 这个BlackRock上线ETF的交易量 不是天然的交易量 因为很多大户都规划好了 这整个都筹备好了 一上线就喷进去的 然后或者上去交易的 是这样子形成的 只是比特币就是比较天然的 因为机构要入场 其实早就可以入场 然后其实都有access 然后上去的话 可能就是一些investor 所以比特币你看 我们可以看那个交易量 ETF交易量的排名 都在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trend 就是很多交易量排在前面的 基本上都是在近几年 为什么 因为近几年钞票印的越来越多 所以当然资金就越来越多 交易量就越来越多 所以这也符合我们比特币的一个理念 比特币限量的 然后钱罚币越来越多 不管去买股票也好 反正都是来回循环 就是这一些钱 只是这些钱越来越多 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那很多的价钱都会被拉上去 然后更不用说 这个比特币是全世界流通的 各式各样世界都参与这个盘 所以比特币ETF带来很多 会带来很多新的资金 然后这个目前是Futures ETF 到时候有现货ETF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囤现货 那就会需要到市场里面 去OTC买也好 或者上交易平台买 实质的比特币 所以我推荐大家不要买什么ETF 这种paper的 它只是写一个合约 说你持有这个币 或者一个公司里面说你持有这个币 那公司没了 政府没了 合约 后他们就倒闭了 当然ETF有一些保护 只是这保护前提是政府还在 如果政府不在了谁保护你 所以自己学怎么用钱包 硬件钱包 视频下面有连接可以去买 顺便支持频道 如果你资金量比较小的话 用一个软件钱包也OK 自己学习一下怎么用 你要投比特币 这个是必须做的功课 特别是有的人可能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买个几万 一两万几千块 三五百块 只是现在这一波涨起来的时候 你这个财富已经翻了很多倍了 不管你是哪一个档次的财富 就是差不多应该都是时候 可以买硬件钱包去管理这个资产 然后不买硬件钱包 也得自己会custody 知道比特币的核心理念 怎么去交易 怎么去trade这样子 万一这些平台全部倒闭了 你会用P2P市场转账吗 这个要大概学一下 好 然后比特币 比特币 briefly flippings Swiss franc after rally to all-time high 所以比特币 很多人把钱存在什么瑞士银行 以前很流行 什么存在瑞士银行 那问题在这里 比特币已经超越瑞士的法币了 所以比特币一个一个法币 把它干掉 它的比特币marketcap 一个一个 把他们法币都吸收掉了 最终就是全部的法币 都喷到比特币里面 如果全部的法币都在比特币里面的话 代表比特币在不同的国家的地位和价值 比当地的法币要高 比如说比特币在前年就远远超越 比如说超越 随便举个例子 我不知道 北韩的法币 那在北韩 但是北韩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北韩就会去打压这个交易 只是假设 假设南美洲好了 超越哪一个小国的法币的市值 代表大家会比较看好比特币 还是那个小国的法币 当然是比较看好比特币 那小国现在开始比特币 超越一些中间国家 中等国家的market cap 然后慢慢地就会超越 大的国家的market cap 那这时候 大家等于是市场共鸣 觉得比特币价值 比这个国家的法币还要多 才会有价钱体现的market cap 超越不同国家的market cap 那最终如果博弈论 比特币超越所有国家的market cap以后 那比特币就是world reserve currency 没有人会要swiss franc 没有人会要南美洲的什么币 或者甚至是美金 超越美金把美金干掉 美金应该就崩盘了 那也没有人会要美金 那比特币 然后美国这边已经布局了 美国的矿工全部都过来了 然后美国在想办法开放 完全支持比特币的发展 那很多人说美金死不了 美国怎么可能崩掉 那美国不崩掉 那法币在历史上5000年来 没有一个法币是可以生存的 那美国已经进入hyperinflation了 那个法币已经开始 按trillions来in 那接下来是10个trillions 100个trillions in 这样子是没有好的结局的 只是美国有个好处 就是比特币矿工全部来了 所以现在等于 比特币是在美国产的了 因为最多的矿工的 挖矿的power都在美国 那美国现在经济赶快 全部都开通支持比特币 让大家慢慢的都接触比特币 入比特币 产比特币 保护比特币这个网络 那如果比特币这个东西 是美国的一个资产 美国产的 那这就变成美国未来的货币了 那如果觉得美金崩不掉了 那美国以后用比特币来 跟全世界交易 那比特币就变成 现在美金的地位 然后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各式各样的政府人员 家庭 要慢慢的入场 不能说一天突然就像一个开关 说我们现在就用比特币 将会造成很多 应该会很多暴乱吧 所以就是慢慢的 美国的政策开通支持 然后各式各样的地方 可以买的地方越来越多 机构可以买 公司可以买 退休者可以买 通过银行买 然后散户可以自己上Robinhood 或自己注册Coinbase Binance去买 那就全部就入场了 全部入场以后 这就变以后美国未来的货币 只是比特币这个货币是公平的 所以美国现在在挖这个矿 在想办法控制比特币的hash power 其他国家也会跟着 其他国家也会来挖 也想要占这一部分 以前美金 就是美国自己硬的算 美国自己说的算 比特币的话 不同国家他们可以自己去挖 可以自己去维护这个网络 越多国家这样挖起来 比特币的网络就越来越安全 有在挖比特币 在支持比特币国家 自然就会变成算是一个联合国 他们互相都可以交流 用比特币交流 其他禁止比特币国家 如果要跟这些国家交流的话 如果他们都用比特币 这些禁止比特币国家也得开放 才能入场 才能跟他们交易交流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Subsidiary of Mexican Airlines 所以Mexican Airlines 墨西哥航空的一个分航 Bolaris 他们可以接受比特币 所以以后坐飞机 都可以收比特币的 慢慢的开始 我们欧洲那边已经有航班 是可以接受比特币 这只是小的会先开始试试看 然后大的 就会开始接受了 你看Mexican Airlines 墨西哥航空的旗下接受了 他们试试看 如果他们整个结构都弄好了 然后怎么收款 怎么储存他们的钱包 这整个结构可以搞出来 那接下来就是 Bolaris的爸爸来入场 Mexican Airlines 如果墨西哥搞好了 那其他国家也会看着跟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上面 不只是价钱上 新闻上面这些 全部的国家 也根据这个博弈论 就是以后比特币会变成 币本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领先 现在我讲完新闻 直接跳回狗狗币 币本的世界 很多人看法币 但为什么我今天买入狗狗币 因为我看他对比特币 这边在探底的 如果这里不是底的话 那下面这里总有一个底 因为狗狗币的热度还是很高的 狗狗币热度 在美国这边 我认为应该是前三名 就以太坊 狗狗币跟比特币 很多人说什么Solana也涨 Solana是涨没有错 什么其他币也涨是没有错 只是热度没有狗狗币高 群体没有狗狗币大 所以狗狗币这边 这边哪怕不是底 下面也会见底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 这个叫什么 MacD也开始有点往上交叉了 喜欢看这个MacD的 已经要准备闪绿了 所以我被比特币甩下车 我那时候操作失败 甩下车 我现在买了一点狗狗币 然后狗狗币的话 就牵扯到山寨季节 我本来说比特币 大概冲到十几万 然后瀑布的时候 山寨币才会真正的见底 我还是这么认为 只是是山寨币对比特币见底 只是狗狗币完全有可能 像之前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 就这样阴跌一下 然后只是就躺平了 所以我认为有可能就在这边 然后就躺平 然后突然一个Tweet 两个Tweet 然后就爆发又冲上去了 狗狗币涨的话是垂直涨 它不会慢慢的涨 然后说到山寨季节 我又去观察了一下 比特币之前破all time high的时候 山寨币怎么样 今年12月的时候 我们刚刚又破了all time high 或者算 如果这个不算破的话 可能这几天 或者这一两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 冲上去了才算真正的破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破以往的前高的时候 12月14号的时候 破all time high 12月14号左右 这一根candle冲上去的 所以12月14号 比特币冲2万冲到6万 那这时候山寨币的market cap 怎么样 我们先看比特币market cap 其实比特币market cap 冲2万冲6万 其实就这一波冲动 就是这样 比特币market cap不用 太夸张的吸血 就可以冲了 所以他就这样一个冲动 一个冲动两个冲动 所以比特币回不回得来这个区域 还真的不确定 会大吸血 只是你看我们这样 比特币稍微这样 比特币dominant稍微一弹 就回到6万 所以我认为他如果再一弹到这里 可能就直接冲到10万 那我本来说 大概在这里 这个地区开始布局山寨币 只是我觉得这里也差不多OK了 特别是我卖掉比特币以后 我是持有的法币 如果你是比特币要去炒狗狗币的底 或者比特币要去炒山寨币的底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时间 比特币可能还有一些空间可以跑 只是如果你是在法币的话 你不管买比特币买狗狗币都好 因为如果狗狗币对比特币躺平了 你法币入场狗狗币 虽然对比特币看起来是躺平的 只是比特币在涨的话 代表狗狗币法币价值也在涨 他们只是挂钩了 然后狗狗币稳定住了 对比特币变成稳定币了 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狗狗币是稳定币的时候 所以它跟比特币会保值 所以我觉得已经差不多跌到 会躺平的那个位置 所以如果狗狗币在这边直接拉平 像我画的这样子 拉平的话 我买狗狗币跟比特币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在这个价钱 比特币现在6万多 如果它再冲的话 狗狗币就是躺平在这里等 我买狗狗币 法币买狗狗币 跟法币买比特币是一样的 只是狗狗币对比特币在探低 所以比特币撞到一个顶 如果被狗狗币吸一口血 狗狗有喷射的机会 只是比特币目前就已经在喷射了 所以稍微比较晚一点 然后现在的sentiment也是 market sentiment也是 每个人都说狗狗币死到哪里去了 怎么比这个币差 怎么死币把狗狗币干掉 秒杀了什么的 只是狗狗币今年涨了 一年内涨了1万percent 然后现在再回调 你不可能要求它一年涨1millionpercent 这样全世界都财富自由了 怎么办 所以现在大家就觉得 在哭的时候 大家在地上有血的时候 就是要去抄底的时候 我认为也差不多了 从这里就一直在哭 很多人一直挖挖叫 叫到现在也叫了一阵子了 差不多都躺平了 认命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朝底的机会 所以我法币 拿着法币怎么样都不好 所以我就FOMO进来买一个狗狗币 这是目前我对市场的看法 然后Zcash也有消息 我找不到那个tweet 只是Zcash 我不是之前喊大家买乐透吗 我之前直播间有一个乐透 叫Zcash 这是一个隐私的币 限量隐私 然后有机构在哪里的币 这个是Zcash 有什么消息呢 Gratescale要上Zcash的ticker了 所以GratescaleTrust 以前他们可能是自己在囤Zcash 现在要开放 可以给大家去买了 Zcash的ticker要上线了 这个要上线的话 在这里 Gratescale在这边囤完货 然后他在这里卖 然后瀑布一下 去把价钱压扁 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觉得就是开放 然后开始买 大家可以买 Zcash就会有一波行情 这应该是我 Zcash好像是我 除了比特币 狗狗币 以外第三大仓位的 我去买这个乐透 所以这个也躺平了 对比特币也差不多躺平 所以如果想要拨财的 可以买一个 不过它已经跌了很多年了 我们可以看从16年跌到现在了 然后我上一个视频也有说 Zcash Gratescale突然加仓了18%的仓位 所以应该是Gratescale的这里面 布局超低了 我认为 所以Zcash可能会有一个季节 Zcash要什么价钱呢 法币价钱我认为它会到 我觉得它会至少到1000块 它现在我看这个充价 只是它的法币价钱 好像现在在100多 所以它还是可以翻个 8倍到10倍 个人认为 然后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更新 今天all time high 我才出视频 今天all time high 所以我给大家再更新一个 我觉得仪式上至少要出一个视频 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听我的声音 然后恭喜大家 所有有报警的 没有被甩下车的 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上一轮 这里有没有被甩 这里有没有被套住 这里有没有割肉 还是这里你逃了 逃了有没有炒回来 还是在等一万 然后大家评论互动一下 帮助我视频的algorithm 帮我订阅 转发和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和直播间见